毛发切割中 开始清洁是什么意思 它会自己清洁 还卡住了 然后它应该会自动烘干 自动烘干 咱们启动一下 毛发切割中 完了完了 它已经不 刚才时间久了 它已经不会那个了 小陈本来打算给记者演示一下 这台洗地机脱完地之后要怎么清理 可他给清水箱加过一次水 又清理过两次污水箱里的毛发 和垃圾之后 洗地机才完成自动清洁 最后液晶显示屏直接死机 自动烘干又没法操作了 聊起这半年多的使用体验 小陈有点感慨 我当时想买个贵一点的好一点的 才认准他们家品牌 没想到接近4000块钱 买了个托把 结果请了个爹 还得伺候他 购物记录显示 5月22号 小陈在天猫YouWant旗舰店 买了这台洗地机 享受店铺减1000元的优惠 和其他优惠之后 实附3960.08元 从产品外包装商的标注来看 生产厂家是苏州 简单有为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是 吸水式吸尘器 无线智能洗地机 小陈说 洗地机是6月初送到家里的 用了一个多月 感觉拖地效果还可以 但清理设备很麻烦 看了抖音上很多测评 然后说这款的清洁力又好 续航又长又方便 这是你第一次买洗地机吗 对 后来几次用我就发现 它这个非常麻烦 我拖一次地 要加两三次水 倒两三次污水 这个烘干过得好用吗 它说烘干烘90分钟 我用了一次以后发现 它并没有烘干 然后第二次 就是第二次再去用这个洗地机 发现它这个拖把就变臭了 就是我每次拖完地以后 就要把这个滚刷 手动地拆出来 放在旁边晾干 小陈和网店客服的沟通记录显示 从7月25号开始 小陈多次反映 洗地机存在问题 第一 清洁地板的时候 后轮上的污垢 是没有办法清洁掉的 第二 机器的自清洁 后轮也不会喷水 也没有吸水口 网店客服答复 我们是前擦后拖的设计 后滚刷是不出水的 双方后来多次沟通 谈到了退货退款 网店客服给出的退款方案是 按照享受店铺优惠后的 洗地机价格 也就是3990元来计算 当中还要扣掉三笔钱 小陈最后能拿到的退款是 3090元 小陈说跟网店客服沟通后 他才知道 因为之前多次退差价的事情 这台洗地机的售后维权入口已经关闭 现在无法通过天猫申请退款 只能由网店进行线下退款 平台客服对此的回复是 平台售后入口一般只能申请一次 建议今后的交易中 如协商一致部分退款的 请在确认收获前申请部分退款 保留确认收获后的售后维权入口 小陈告诉记者前几天他已经按照网店客服的要求 打包好洗地机等着快递员上门取件 可网店客服又提出要他删除主屏和追屏的照片 并且要仓库收到货 入库之后再退款 双方因此闹得不太愉快 这是小陈在这款洗地机的商品评论区里发表的评论 涉及后滚刷不带吸尘口 自动烘干呈摆设和清洗设备很麻烦等多个问题 还配了相关图片 我先删差评他东西拿走再给钱 风险很大 你目前要求是什么 退货退款 这个差评和追屏你准备删吗 如果他给我退货的我就给他删掉算了呗 就是仓库肯定和对这个机器没问题 包括赠品也都给我们送回了 然后我们才可以退货退款 因为这困点也说实话也不是我们的人 对这个机器不认可 然后我们就跟说是特殊给你处理一下 就是帮您办理一下退货退款 差评本身也是删出不了 这只是说麻烦您帮我们把您主评跟追评的照片删除一下 就是让顾客要把他在平台上的差评当中的照片删除 那我不知道他这个要求符合平台的规定吗 不符合 您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个商家给您这边聊天的一个记录 那小这边会帮您提交相关投诉 萧陈认为快递员上门取件 检查洗地机和网店赠品没有问题后 网店方面就应该给他退款 而网店客服表示 退款只能等到仓库收到洗地机之后才能办理 双方都不肯退让 记者向厂家客服反映情况后 苏州简单有为科技的售后人员打来了电话 我们这边去跟用户联系一下确认一下那个上门取件的时间 然后等快递小哥拿走东西之后 我跟快递小哥那边核实一下 看这个东西是否是都是齐全的 跟前面就是肉眼可见的人为的损坏 如果说都满足这一方面的这个要求的话 那我这边也是可以跟财务那边沟通提前给用户推这个款的 记者注意到 小陈在天猫上购买的这款洗地机 今年双十二使用优惠券之后的价格是2599元 比他当初购买的价格便宜了将近1400元 商品评论区有3000多条评论 其中多数都是好评而600多条追评中有不少是差评 除了小陈发布的差评之外 这位买家提到费时费电 这是清理完头发还在上面 我也是服了 另一位买家说脱了很久脱不干净 结果拿湿纸巾一擦就掉了 客服还跟我说什么顽固无字 我之前也是上了测评的当 苏州简单有为科技的售后人员对此是这样回应的 有不少顾客反映跟这位陈先生类似的遭遇 希望咱们售后这个端口转达给设计部门吧 当然我们也会去将您的这方面的建议去反馈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行业的通病 如果说自清洁结束之后有部分的 因为它一次性如果吸入的脏的东西太多的话 那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第一次自清洁的效果 就是没有像用户想到的那么的满意 那我们这边可以建议用户首先再启动一下自清洁 所有的洗地机都会匹配一个清洁刷的 关于退货退款的具体细节 小陈正在和苏州简单有为科技方面协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